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洋在前天,昨天报纸登出来,他说国民党在2012年会输 今天,也就是昨天他又发表,他又解释,他说是自由时报解读错误 李洋解释说自由时报最引用的错误,认为2012年国民党应赢得总统的选举 除非说国民党自乱阵脚啦,当然啦,自乱阵脚,任何政党自乱阵脚都会输啦,大概都会输啦 那这一点你对李洋跟自由时报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一个专业的机构,如果是对业外的,而且时间还拉那么长,就做评估 这是很不容易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对所有,不论是个人,不论是他的主张如何 对马总统所提出的,或者对行政团队所提出的警语 不论是正面的评估,负面的评估,警告,警告,警告,或者提醒 我们都感谢,因为如果他提出我们的确做得不好,或者不周到的 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所以任何警语,我们不会自若罔文 但是我们也知道,社会跟政治的状况是顺息变化很多 有时候,自己现在评估的,到了隔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去修正的 所以我对任何一项,评估或者预测,都用这样的看法来看 好,您的解释非常好 我认为说,这个名义,它是顺习顺便 这个随时在变化,而且你总统打起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这个李洋提出这种看法出来,或者是这个引用错误,自由时报引用错误,这个都不管 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心就好 我们有信心就好 我们一定要努力 这也是给我们一种警信 我们要做参考的就是一种警信,这非常好 我认为说,不管引用错误,或者是李洋,他细意,为了经济 这把震惊,把他连在一起所提出来的 但是总是给我们执政团队里边,这个为与筹谋,先做心理上的准备 我们来准备 我认为说,这个正面,对我们来讲,正面的警惕大于这个负面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 那么另外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现在大概,我们今天这个WHA世界组织,大家就邀请,这是公文邀请我们这个卫生署,这个参加中华,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这个WHA,参加WHO的这个会议,国际组织的这个会议 但是WHA是国际组织,但是他要求我们是,这个以观察人身份的参加WHO的这个会议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因为它涉及到两岸的政治因素,我是认为说,国际卫生组织里边,他常常以人钱卫生,要求我们这个台湾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国际政府组织 但他对台湾的这种在国际的这个定位里边,难免会因为两岸的关系,受到这个影响 他的这个客观性的影响 所以让我们在这一块里边,没有办法说很有尊严的,那么站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这个议场里边,来这个谈卫生组织 其实我们的医疗设备什么都比大陆要好,什么的医疗设备,医疗品质比大陆都要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想,也趁今天的这个机会,也跟,需要说我们政府啊,或者是媒体啊,都跟这个大陆啊,做这个资讯上的这种,这个互动啊 也就是中共,大陆那边说要让利,要让利给台湾,要谈AQ法,要让利这个对台湾让利 但是,如果说,国际卫生组织,WHO的国际卫生组织里边啊,他如果能够先试出善意啊,我希望说大陆能够先试出善意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话,我相信他那边,应该也会去搜集这个资料啦,希望他能够试出他的这个善意出来 因为,国际卫生组织里边,我们这个台湾参加,我们的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当然中华台北引用已久了啦 他如果真的关心台湾人民的这个健康,人民的这个,这个利害关系的话 我想他就应该输出善意,让我们正式参加WHO的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卫生组织 这样子,才能够化解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感受,感受到大陆对我们的诚意 进了我们在盘ECO法的时候,也才能够顺利排除很多的这种这个疑惑啦 因为ECO法到现在为止,真的,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没有很清楚的,让大家了解 虽然我们也做很多的这个说明,但说明都在七,都是一个七块一个七块,至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出来 而且这个说明会里边都是特定,特定动员来的,那个没有办法让大家了解 让大家了解,这是第一点 第三点一边,我想也非常佩服院长你所做的决定 你看到我们他很多的这个洗肾的,很多的这个肝硬化,肝病变,慢性病毒,胃病的 这个都跟围要有关系,有很多都是因为围要的因素 自己平常缺于保养,但是因为围要地下电台的问题 那院长你本身也提到说,这个地下电台应该这个要要要调查 要这个作为要的,要不要取缔 对烈药,来确保国人的安全和健康 你这个不限于对地下电台,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场合 甚至于前去的商店啊,还有合法的电台,有时候也会播出 不一定知道,但是播出了贵要裂药的这种广告或者宣传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言语查记的对象 所以你的观点 我们健保支出现在一年三百多亿 我知道,你的观点是对的 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没有去发现你只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你没有要求我们的NCC 或者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卫生署要严格的起替 会造成地下电台卖这些围要,或其他的地方卖这些围要 那么没有去执行的,这个对职务上 他们没有说严格去执行的卫生署 我先说完了,你不用求 只是部分 你不用求 我现在要讲重点,你也不要急着答覆啦 因为卫生署他也有责任 因为旧围要的部分,围要的部分 他没有去严格起替,放任 真之言、必之言 放任他们在那边卖围要 围要是处处可见 处处可见 所以这个卫生署也有责任 我在这地方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这个检调单内 能够对于卖围要的严格查查 是 因为这妨害人体的这个健康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 你不知道,因为監察院不是你 因为行政,我们这个独立嘛 監察院独立 你也不可能指揮監察院啦 我也在这个地方,正式的呼吁 我相信監察院应该也有听到 希望他们能够主动调查 我们的这个卫生署跟这个NCC 是不是有为师 这个他们在植物方面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 汇齿这个,这个植物带肚了 有植物带肚 没有切齿肉死去監察 NCC系统,卫生署还有法务部 内政部我们都要求组成联合查剂小组 对于卫裂药,禁药,应料 我们都要一体去追查 应料 他们站在中央的卫生署 他们要求各县市 有要求各县市 但是没有很积极的去查查 没有很积极去查查 各县市里面那些人员 到底他们的专业有限嘛 所以没有很积极去查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为了理清 也让我们的这个行政团队里面 这个带来这个责任跟压力 所以監察院应该主动调查 我们的NCC是不是放任 那些在播放围要的 我们的卫生署是不是有 真之眼、闭之眼 反正我出事 其实那伤了很多人 你说洗澡好 肝病变得好 肝功能弱化 肝功能病变 还有这个胃 内脏 各部分里面 甚至于包括脑神经 神经系统 都受到伤害 都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围要的起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 这个委员长 你昨天会提出来 你应该有感而发说 围要的严重性 很早以前就提到 很早以前 你已经开始 昨天正式在 我要从4月1号以后 每周我要听去 联合基查小组的 这个汇报 我是要加强 来做这个事 那另外有一点 最后一点 我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提到 我们 常常在于党会说 这个中共在矮化台湾 那台湾有没有被矮化 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清楚 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环境 由于两岸的特殊的政治环境 其实没有说水矮化水的问题 那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很严肃的问题 也许宴长听起来 会感觉到 我印象就很久了 这个 真正被矮化的 我们最直接被矮化的 其实立法院真的被矮化掉 立法院我们常常接到很多的案 行政院版本的案出来 都是好像在限期 立法院一定要在这个期限里面去完成修法 这包括考试院 你说公务人员考计划也好 或者是行政院组织划也好 当然这个都是有的 但是在未成熟环境之下 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让执政团队背了很多的这个黑锅 也就是说你考计划三趴 有没有讲清楚 然后就说 人系三年打三趴 然后就退场机制 其实公务人员根本就不可能打三趴 人系三年打三趴 你当过行政所长 我相信你也打过这个 考试也打过了 就算三趴的话 也不可能说 雷系三年三趴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解释 解释清楚 所以这个 我考试院里面提出来 造成了这个 民间对考试院的不谅解 对政府的不谅解 甚至于 这个院长你跟考试院之间 也为了这个事情 个词 己见 但是 我认为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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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行政院里 因为考试院归考试院 考试院不能够去影响行政单位 因为考试法 你考试院是一个法员而已 但执行者是在行政单位 不是行政单位 从乡镇市公所到县市政府到行政院 所有的考试都是地方所长 或者是他们的主管 先考核了一半 然后再 考核了以后 然后再 往上承报 人事室里面承报 承报了以后 再由所长来 来 来这个核定 才核定 所以 执行的是在行政院 考试院不应该来清钱 来清到行政院的执行钱 我跟你说 因为执行仪你是 受的法 提供一个法员出来而已 真正执行的公务能员 是我们公务能员 我们在执行的 是行政单位在执行的 他不能夜前 考试院已经夜前 去谈什么要退场机制 什么考试年细几年 要退场机制 自然有退场 公务能员的考试法 自然有退场的机制在 所以他不能夜前 因为他的夜前就是侵害到行政前 我告诉你 你应该有行政 宪法体制下 他有权序 有考选 他只是前夕而已 他只是前夕而已 公务能员有什么问题 没有办法了解 他只是前夕而已 只是解释而已 考试院只是解释而已 他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这个 权力去影响行政单位的决定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案 能够周知博彩 提示广益 斟酌允淡 才能够得到社会 还有公务员 还有立法院的支持 那是一个修法 那是一个修法 但执行是在里面 所以他不能一夜他的前例 来指挥行政单位 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他不能这样做 所以考试院应该自我检讨 自我检讨 他是不是有一夜他的前线 所以今天你坚持你的意见 你跟他有这种不同的意见 那么向他这个表达 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这个就是一个行政单位里面 照顾我们的公务人员 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些公务人员都是政府最重要的一环 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行政单位能够坚持我们的意见 这是非常好的 我在这地方这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